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講一個八一見君絕 見君絕?跟我們平民百姓有什麼關係? 因為香港的駐軍,解放軍 是在大陸駐香港三大機構裡面,評價最好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不需要執行什麼特別的工作 當年江澤民來香港評價,他的評價駐港的有中聯辦 有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港解放軍 當年江澤民的評價最好的就是解放軍 那些人問他,他裡面內部說,因為他不用做事 他是維持一個象徵和維持一個涉復的能力就夠了 所以大家對解放軍不需要有什麼特別的害怕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其實他真是一個維持著,他有需要的時候 七一、八一,八一不會,尤其是七一 就會出來量一下相,起著這個 我告訴你,我在這裡 其實這一個對管治的效果來講 見仁見智,太大效果沒有什麼的 好了,為什麼今天會講建軍節呢? 就是因為剛剛在建軍節之前 大陸就舉行了一個,當然是軍委負責的 是全軍退役軍人工作會議 這些好像跟香港格格不入,有什麼問題呢? 我所指的就是從它反映出來背後 這個中國中共的軍隊等等,那個未來 或者現在出現的動向,有什麼東西要注意呢? 我先強調,不是說出現有什麼東西 就是軍隊不聽話或者動盪 但是必須要注意的,現在中共的退役軍人裡面 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反過來形成了中國大陸 本身的一個,可以說是不是很穩定的因素來的 跟著,如果這些退役軍人所面臨的問題 又輻射到現役軍人呢?或者未來可能投軍的人呢? 他們會怎樣想呢? 這個就涉及到中共長遠的軍力問題了 這個如果再連鎖下去的就是兩岸打不打得到仗呀? 打不打得成呀?這裡有連鎖的,值得關注的了 好了,先講一下它現在出現了這個會議 它裡面強調的是什麼呢? 好了,習近平在這個會議裡面,因為他是軍委主席 他們提出五個好,五個好就是說 接收安置好,即是你退役了,社會上要接收你 或者即是有關單位要接收,要做得好呀 第二個就是服務保障好,有一些可能退了下來 它不適宜做其他事情的,譬如說已經是有傷的 或者年事真是比較高的,那你就要做好服務保障了 是不是?第三,是教育管理好,咦?這個似乎有些特別含意 但是又沒有人能夠統一一個解釋 教育管理好,軍人不是長期被你教育的嗎? 不是長期被你管理的嗎? 為什麼現在退役之後,你要強調五個好裡面 其中一個是教育管理好呢? 先講完它提出來的內容 第四個叫作用發揮好,那有些軍人退了下來 它仍然是可以發揮餘熱的,它有工作能力 或者它有威信等等,無論怎樣都好,那要作用發揮得好 第五個叫做權益維護好,權益維護好 很多權益涉及到具體的經濟,它的名譽地位,社會反應 所以這些權益要維護好,習近平講了五個好 我們一概不否定這些公開講出來的內容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官方有官方講,民間有民間的理解 因為大陸很多人已經懂得用一種叫做反毒法 它不否定這些內容的,它覺得你努力去真正做好這些內容 好啊,社會才真正穩定啊 但是假如這些是門面功夫,講了出來 社會上面就有一個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了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現實的社會反應 往往在官方講某些事情,要做好什麼什麼什麼的時候 社會的反應就是,當然出了問題了 所以才知道現在要強調要做好 當官方說這個問題處理好,大好啊 社會的反應就是,當然問題很嚴重了 給官方所講的,反過來看的 所以如果按正話那些五個好來講 社會上一般都覺得當然出了問題,或者偏向不好 從這個來講,大家就會發覺這些狀況 和一般社會上面的反彈,社會上面的聲音、維權又有個不同了 為什麼呢?大家周圍看看,其實社會大陸裡面是很多維權聲音的 但是那些維權聲音可以怎樣?你可以壓下去的 不讓它集會,一據令下,公安一出,你誰會做呢? 但是現在這些是退役軍人,有三樣東西是不能做的 第一,你不可以高壓的,因為他們以前是為你出生入死 你現在一壓下去的時候來講,社會反彈就比一般老百姓的維權更大 第二,你不可以壓的原因就是,你找什麼來壓呢? 你普羅大眾,你可以找專政機器、公安、武警等等 但是這些都是退役軍人來的,你如果找公安壓他,找武警壓他 是不是就是現役的人去壓退役的人? 還有,你是後輩來的,現在在役的那些是後輩來的 你對著前輩,你的心理上面,本身你立刻會不會想到自己壓那個 可能是自己朋友的爸爸來的 甚至上不知道會不會自己的爸爸是被其他你的朋友壓的 所以這些就是所謂的政治倫理 這一點裡面,你面對這個情況,你更加要小心處理 第三個壓不了,或者不能夠隨便壓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是退役軍人來的,他受過軍事訓練的 組織力,如果他們是造反役,不會的 中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历史上,你說軍人造反推翻政權很少的 但是如果你一看,他的組織力強,如果再引伸一點,戰鬥力很強 不是說假的,大家找一些視頻,如果仍然有的話 其中有一些軍人上訪的組織力很強 不知怎樣,一聲令下,立刻可以整萬人集中在北京 所以必須要很妥善去處理這五個好或不好的問題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我們可以看看眼前的狀況是怎樣 按照官方公佈的數字,他說現在退役軍人是到2016年的數字 最低限度2016到現在都接近10年,最低限度8年 數字到2016年的時候,退役軍人是5700萬多 現在每年還以數十萬,有時多有時少 因為為什麼呢?他都財過軍 鄧小平的年代曾經財軍至300萬,後來再財減到250萬 這個就是數字,所以每年都退役的,又多又少 到現在都幾十年了,但是這個數字一來是2016的 這幾年來有沒有再增加到呢?不知道 另外還要注意兩件事,第一,他這個沒有包括在武警 那個隊伍裡面退役出來的第二支軍隊,是吧? 大家都知道武警後來的編制是由軍隊和公安雙重管理 後來劃一由軍隊來統領,當時那個財政開支怎麼劃分呢? 沒有公佈的,只是公佈了一個體制的變化,是吧? 變成現在所講的退役軍人2016年積累起來是5700多萬 那有沒有包括改制之後那個武警的退役人數呢?是吧? 變成這個沒有這個鋪匾的,只不過是大家去關心 分析中國的問題來講,這些是有些很微妙的細節是值得處理的,是吧?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問題就是,按照新聞公佈,有時搭到大陸的字裡面 你要看得細節,按照新聞公佈,就是它這個5700多萬的退役力累積的人數裡面 是指退出現役而已,退出現役就是指什麼? 就是指可能它退了下來,它不正式有軍職,但是可能在軍工企業裡面有其他東西的,是吧? 所以究竟是否真的退役,或者退役的崗位是怎樣? 尤其是一些將領級的,它退下來可能仍然有影響力,雖然沒有軍銜,但是有軍權的,是吧? 這些就是說,是一個普遍觀察的角度,不代表說落了下來,某些人一定要維持俸錄等等 不是,我只不過是看大陸的數字,有時增加一些國情的小知識,是吧? 如果發揮得好的,就好了,發揮得不好,究竟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問題呢?是吧? 這些來說,都是值得跟大家分析一下的 好了,接著現在問題在哪裡呢?因為中國的新聞只是講好的而已 救災,死了多少人呢?官方的新聞,多數我救災點英勇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災難之前是怎樣呢? 基本上不講的 接著民怨呢?基本上不講的 好,你說社會凝聚力,對 好啊,但是我都說了,真沒亮頭來的 好了,現在軍人這個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 強調我強調,不是我說的,而是國內的社會工作者 研究一些問題,以致是軍方自己 他都有人退了來,或者研究軍人的心理狀態問題 他們自己講出來的,是吧?只要大家懂得去找 國內在這些信息上來講,國內有些人是希望能夠實事求是 如果不是這些問題再積累呢?那你神仙都解決不了 好了,看看他們講的問題,第一個就是他們沒有講反毒法 但是他們一提出習近平講這些,或者以前講什麼的時候 他們開始就說以解決問題建議的角度來講出這些問題的核心了 即是說講好實際上是不好,或者最低限度有部分不好,是吧? 好了,這一個是大家看到國內分析這個退役軍人的文章裡面的一個總體的傾向 或者傾向之一,好了,第二點就是說他們講到問題出來了 就是說退役軍人在役的時候就可以按軍隊裡面的安排等等 他也都要遵守軍方紀律等等,是這個自軍是全世界都是這樣的了,是吧? 好了,但是你退役之後的承諾對不兌現呢? 這個就是問題了,是吧?因為在外國你說有些退役軍人可能都得不到照顧 大家你看看美國那套戲《Rambo》,就是一個人打完越戰 即是對外戰,回來後心裡沒有人照顧,所以它就變成一種反叛的力量 這些戲都有,但是總體來說,外國我所指是這些先進國家的制度比較完善的 他們是怎樣呢?他們是理解到這類問題,還有他們的社會分流 不是單單由你政府或者黨或者軍去承接這些退役軍人,他們有個社會各方面的渠道是吸收他們的 是吧?所以現在出現的承諾對不對現的問題,就是國內很多學者都提到了 好了,具體一點,又引述他們提出來的例子,這些網上都見過的,現在有沒有刪到就不知道了 不過我想都有人下載了的,是怎樣呢?以1979年,當時中國對越南叫自衛反擊戰 鄧小平就向美國總統就說,你說是不是釋路軍事機密 不知道,你說策略也好怎樣也好 他們就說,我們不是要侵略越南,我們只是反擊而已 我們的軍隊會進入它的境內大概一百公里而已,教訓完他們就走了 希望美國不要介入了,結果美國怎會用自己的兵力去介入 60年代那個越戰,其實就是中國跟美國打的,哪是跟越南打的? 好了,正因為這樣的時候,在1979年那個中越戰爭, 退了下來的那幫軍人,當時是答應過他們很多事情的 總之就很多,具體跟一般的軍人在大陸服役的,軍人當然不同了 你上沙場的,你對軍屬,即是軍人家屬的照顧,以至對列軍屬,列軍屬就是成為了列士的軍人 照顧是特別不同的,這個就是合理的,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對現不了,打完仗回來,仗領就可以升級了 一般軍人一定是在生活待遇或者各方面裏面做好 如果不對現呢?結果後來真的有一批 在1979年中越戰爭,那個軍人是上訪的 好了,後來還激化了一件事,就是怎樣呢? 犧牲了的,為各捐軀的,那些軍人的遺體送回來 是在中越邊境那裡,廣西這邊,是有一個墓地是專門給他們的 但是後來要發展,當時的軍人反對,因為你發展是房地產 官方說不是,是環境整理而已 但是一個尊重軍人,尤其是是為保持穩定,那個戰死沙場的 到最後那個墓地你都要轉移,所以更加激起當時的一個不滿 當時後來怎樣處理呢?官方說妥善處理的 究竟是怎樣呢?消息就已經沒有什麼再多講了 好了,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好了,第三個問題就是你承諾不對現,為什麼呢? 你那時候經濟好的時候,你可以什麼都兌現 經濟一不好的時候,過去國內自己都講過的了 我們也都提過就是老人金,老人金到他退休的時候發不出 或者你不要退休節了,延長退休年齡,這個就會是一個隱憂 好了,如果是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之下,你軍人又數以十萬計 就是累積增加,變成了軍人都有勞騷的 尤其是你軍人退役了,你答應過的那些,譬如說 有些是特殊邊界的,駐港解放軍等等 他們因為是沒有真實的戰爭的,但他們的警惕是要的 所以這些邊防地區退役的軍人的待遇,又可能是給一般 在國內服役的,尤其是後勤部那些是會好的 好了,如果你沒有錢的時候來講,你只能夠安置他們 告訴他們你沒有失業,仍然有工作 即是說軍方或者國家養起來,看看它安置的方法是怎樣 官方的數字我們不在意的,不過都先說出來 官方說這麼久,你現在有三千二百幾個 縣級以上的退役軍人服務行政機構 就是你有什麼問題呢?我來幫你忙,我設了三千幾個 三千二百幾個,你在全國範圍裡面多不多?夠不夠?不知道了 因為這個是概念問題,如果你說我山長水縣才去到哪裡 找到這個地方行政服務,是我的,有沒有效果呢? 他說不止那麼少,還有服務中心,包括站 服務中心可能規模大些,站可能有一張椅子而已 有一張桌子而已,總之不管了,他計數六十多萬個 官方覺得是努力做了的事,我都說出來 好了,接著還有三十四萬八千 是一個將那些退役軍人,將他們轉崗位 即是有事做的,有人工給的,多少不知道 因為這些多數都是軟級或區級的了,即是一個城市的地區 做了多少呢?三十四萬八千,轉了去這些退役軍人 轉了去村裡面的社區 他這裡講明,有沒有去到城市呢?不知道了 另外即使去到城市,你多數是做一個所謂兩位,委員會的位 一個就是村支部,黨支部,黨支部的委員 另外一個就是村委,即是你不在城市,你在村 中村,他都說努力去幫他們解決退役之後的工作和生活問題 因為有些退役升不到仗,到某個年齡你就打不到仗了 那就退役了,他們還是有生產能力的 好了,還有一個更好的數字,五百八十六萬八千 什麼來的?是一個經營單位,即是說你變成個體戶 或者你跟人合作做生意,是一個經營單位來的 幫你組織五百八十六萬多,也是公職之一 不過,國內的人包括軍方的研究者,他們就開始想 你剛才說到2016年8年前的退役軍人是五千七百幾萬 即是現在肯定多過這個數,超過六千萬是肯定的 好了,如果是這個比例,而你幫忙或者他們自己努力 去形成的經營單位五百八十幾萬 換句話說,是不是只有十分一,或者大約十分一 有時高有時低的退役軍人是按這條路走下去 而且這個來講,不是靠你去幫他找工作做黨官,做地區領導 不是這樣,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是不是 所以現在出現的問題就開始,在2018年之前開始凝聚了 即是在2012到2018這段時候慢慢積累了 於是2018年就成立了一個部級的單位 這個完全都是大家公開看到的,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退役軍人服務部 現在軍方都講一定要加強這個部門 做好剛才剛才講的那五個好 他都看到由2012開始慢慢慢慢積累到2018之前 剛才講的問題湧出來了,是吧 然後2018年他才搞這個部門 好了,為什麼會搞這個部門呢? 軍方的研究者,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 他自己提出來了,自己講出來了 他是從讚好這個部門,這個部級單位 從讚好的角度來說,現在要解決什麼什麼問題了 好了,他們怎麼說呢?他說這個問題的出現 軍人平時是不維權的,但是這個軍人上訪 即是訪問的訪,上訪的時候是說明他們的字眼來的 是叫做權利覺醒,權利覺醒 即是說在江澤民、胡錦濤的年代裡面社會都不斷 就是各個民間營有開放的一面 所以大家就會維權覺醒,但是軍人相對服從性強慢些 但是現在在2018年之前出現了這個權力覺醒 是吧?他們完全按照法律來爭取,但是他們是很懂的 你剛才所講的,上經講文,什麼時候有一個違法的? 他們只不過是不知道通過什麼一個方法 一下子就可以集中北京一萬人 即是等於中南海外面忽然間認罪了一萬人 這個1999年法輪功人士在那邊練功 當然是和平解決的,因為大家都不想衝突的 結果現在他解讀出現的問題就是因為大家醒覺 還有一句話要注意的,國內的軍方研究者和社會工作者 他提出一句,本來這個維權運動這個範疇是社會層面的 但是軍人也都成為了這個維權運動主體之一 這句話才值得去咀嚼 軍人你解決到問題,哪邊一定是服從性很強 好了,現在他只是成為運動主體之一 從正常的推論,頻率是多少呢?不知道 但是他說維權是主體之一 性質是怎樣呢?不知道 當然不會有大規模的軍人暴力的 因為他們退役之後能力也做不到,老實講 他們的意願也都不是想搞亂 他們只不過是說維護自己的利益 好了,這個問題你就是要怎樣去平衡 所以國內的學者就提出,這個用一句原話 叫做極不和諧的畫面,它都不叫局面 這些語言學大家看透就會知道 其實每一個字背後含意是怎樣呢? 我跟他們都一樣的,希望社會穩定 希望大家安居樂業的,更加不希望打仗 但是如果那些善後工作做得不好 新進去的人會不會有積極性呢? 或者爸爸媽媽會不會鼓勵他們去呢? 所以這次會議裡面其中有一個說話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要維護軍人在社會上的地位 即是怎樣?要受到尊重,大家要將它覺得好像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曾經的時候,大學生、女士、女大學生 嫁人的目標當時是一個新聞來的,最早的時候嫁軍人為榮, 第二就是嫁幹部為榮,然後慢慢變成嫁商人為榮 這個就是一個大歷史的循環 究竟現在中國軍人的地位仍然很高的,但社會地位是怎樣呢? 這個沒有統計的,我覺得仍然是高的,只不過是說 你去到一些實際問題的時候,退役軍人自己本身 敢不感覺到自己的地位高呢? 是吧?就要從你官方能夠提供的待遇 你說各種的可見或感受到的,看不見的 那個待遇裡面去體現出來的,是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發一見君節,官方既然提到這些的時候, 我們就是與人為善,不斷提一些完善的方法, 關鍵是怎樣做的,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